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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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把自己限定在你地儿 活在哪个城市也可以移动 因为交通什么手机 这些都很方便 那我们如果不出国 就在中国可以选择几个城市移动 都没问题 至于说成家是不是有归宿 我想显然不是 我们心里要学找归宿 结婚或者不结婚 单身好呢 我觉得这个对你们修大成道的人来说 你们不会因为休息不结婚 这是无语而已 没碰到你喜欢的是吧 有缘的出现了你会结婚的 我想因为 这个跟休息没关系 至于移动到哪里生活 哪儿你觉得适合 你不想干就不干呗 但是首先要 你要知道 你在地球上 首先是你跟地球有缘 你在地球上 那现在你跟中国有缘 你在中国 这个先把地球上 你已经画了一片 就是中国 中国你 你其实你移动的城市也是有缘的 几个城市 比如你出生地你就无法选择了 那工作的地方或者你喜欢的 在中国就算这么多城市 你其实你跳跃也就几个城市而已 是吧 而几个城市呢 未来在一生中 其实 随缘吧 我觉得随你休息 因为很多人会把结婚的地 或者跟谁结婚了 两个人会 因为又进入了另一个女方嘛 如果你结婚了 女方可能在哪个城市啊 她有她的缘啊 可能会牵引你过去 或者你们两个共同再选择一个地方 我觉得打破以前你的思维 不一定说在一个城市待的 在哪都要 就是一份工作 养活自己而已 是不是 凶行在哪都能修 是吧 就是这样 但是始终要知道自己 要有自己的政治界 要不断的学习 去了解政治界 就像大家很多人说 我来住 还来着老师住的近一些 好问好方便 这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一个就是 有过修正的擅自是近一点 这样的寝室 但是老师也会移动嘛 也有时候不在啊 闭关出事 但是呢 最重要的就是 不管你说 暂时选择离老师近一点 或者你一个 因为修行这条路嘛 所以离道场近一点 或者是远一点都不住 因为交通也便利嘛 现在方便 最重要是你 依止任何东西 都有一天可能 会那个东西失去 或者坏掉 老师也会可能离开 死掉或者什么 但是最主要是 你自己要逐渐的 就是抓住各种机会 完善自己的界定 要依靠自己 要把那个界定 融入自己的神性 要了解这一点 然后依止善知识 依止老师 也是逐渐的要 比如说你来到这个稻草 其他的这个稻草的说 脏乱擦 吃喝拉炸 所以是什么这些 其实你们不需要关注 因为都短短的 迅速的去 有问题就问 迅速的 因为来这儿 这个老师怎么样 也这个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老师能帮助你什么 解决什么 还有你要 你要在内心 对之间 或者是什么 为了有一个方向 或者是什么 你来是求佛法的 其他的都不重要 就是不要去舍会求摸 不要去说 来了去看看 这个地怎么样 去看这些 就是去任何 我就说 去任何地方都是 如果求法的话 重点 抓住自己的重点 你去那是干什么的 不要就像女孩子逛街了 去买裤子 最后买个球子出来 是吧 一定要了解自己的目标 去了 求法就求法 我就是围绕着佛法这一块 这块就是重点 那你在红尘里面工作生活 你选择城市是工作的生活的 是吧 那生活的话 空气好水好 那就很好啊 你说有雾霉就不太好 空气好水好 但是当然说还有一个好的工作 就是适合你自己 能够生存的 能够生存的工作也是更好 那你说我暂时 我生活经济上 没有太多困难 我不会饿肚子或者什么 那就是拥有呗 休息人嘛 可以参访 参访拥有有都可以 然后女朋友碰到 有缘的就可以 没缘的就这样 是吧 休息人 我们是佛子 你已经把自己放在休息人的位置上了 休息人的情缘比较少 有野高 有野高 自己都不咋的还野高 都是啊 都是 你在世俗人的眼中 我们 因为休息人都是无用的嘛 每天坐坐电商 不出去不知道干啥的 你接给你 但是呢 我们还是 大家还很清高 还是一般人还放不在眼里出去了 所以这就决定了单身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我觉得没什么 而且如果你生生世世世世出家人的话 你本来没啥情缘 很难就是很难熟的 因为你看好像见闻觉着你的六哥好像也需要一份情感 但心里边你是忽急的 你不动心 你不会说 见了一个女孩子什么就臭上去 就去 是吧 就跟人家谈情说爱 你是不是坐在那等人家来跟你谈情说爱 你这等 以旁观的角度看来这件事 绝而不动 就是这种状态 你说你怎么 除非很有缘的同学 道友都可能碰撞出去 我觉得这谁缘了 一个人过也挺好 两个人有两个人的优点 又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